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王一博,殿堂级街舞大神世纪Battle 他,才是一波王闸的定海神针 街舞四在人们的热情期盼下高然开场 四位队长表现的各有亮点 韩庚排兵布阵很有章法 调兵潜将思路清晰 很能表现出他对街舞规则的掌控 张一星不擅长沟通 好在他更擅长跳舞 一下子气氛就活跃起来 流线化则是语言天才 他用法语、日语、英语、韩语 来和队员们交流和沟通 王一博就很直接 一上来就让队员们展示最强的一面 因为他心里早已想好了策略 尊重队员的想法 一起融洽沟通 是受爱戴的队长无疑了 王一博上场的这段 被很多大神点赞 一点就通 进步神速 和队员的配合默契 同频共振的效果齐佳 让很多人兴奋不已 也能看出王一博不俗的舞蹈功底和天分 特别是这套造型色调的搭配 更有街舞不羁自由的精神和巢库的个性风格 教养是写在骨子里的东西 它是一个让人充满好感的加分项 面对众多街舞大神 王一博表现得充满战斗精神 也充满分享和学习的心态 专业和好人员 让他在场上和人battle的时候 也一样充满魅力 这一季街舞 世界街舞大神奇聚一堂 就连裁判都是深圳四方的高手 有迈克尔杰克逊的御用编舞师 有拿过世界街舞大满贯的大神 就连这一次加入街舞战队的选手中 也不乏拿到世界街舞大赛冠军头衔的人 像popping sea gogo等 别人跳街舞都是炫技的过程 你却能在他们的街舞中看到故事 看到精湛舞蹈背后的默契和高级的美感 这是有志的不同的地方 很多队员都惊呼 眼睛不够看 这样的街舞比赛 能请到一二个这样的大神就已经够精彩的了 没想到这一次请了这么多的大神来加入战队 这一次简直是一次街舞的大融合 让我们欣赏到世界级的街舞大神的表演 是一次难得的视听享受 这一季街舞特殊是有国外街舞大神的加盟 但赛制也不是我们之前讨论的中国对队阵外国队的模式 而是被四位队长分别抢到自己的战队中来 还是四个战队之间的battle 这哪里是比赛 欢乐友好的气氛 喜悦和欢呼的呐喊 特别是大家围坐一起的形式 都让场上的氛围达到废点 大家以舞会友 精彩分成 王一博的战队中 这一季还有他用队长特权抢过来的步步 上一季的步步就表现得很亮眼 这一次仍然没有让人失望 用中国舞曲金蛇狂舞编排的舞蹈 惊艳了很多人的眼睛 在他的战队中还有日本名将组合HB 街舞冠军夜音等 让他的战队充满昂扬的斗志和鲜活的力量感 我们来看看步步的个人背景 步步 英文名Baboo 是一名来自法国的街舞舞者 擅长HIPHOP自由式街舞 今年31岁 他是世界级冠军 被称为法国HIPHOP战神 是大魔王舞者的存在 第三季在王一博战队被更多内地的人熟知 能看出这一季街舞中 王一博更享受舞台带来的氛围和精彩绝伦的比赛瞬间 他自己的情绪也一直在很嗨的高点 这是一个热爱舞蹈的人内心的真实表现 他太爱舞台 也太享受舞台了 这是他的战场 也是他灵魂的皈依的地方 在这一季街舞的镜头里 我们又看到那个张扬不羁 热爱舞蹈的小孩 热力十足地展现自己的斗志 和表达自我的热望 就连呈现的动作都和酷帅有关 和王闸有关 和魅力有关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